表思青年表展 郭德高 余谦 听见了 受不累了 受不累了 天麻烦啊 好多女孩都跟着喊 有中口味的 喊爱余老师 余老师您不跟人客气客气吗 谢谢大伙 我也爱你们 谢谢吧 这个是个好日子 大伙来的还送东西 送花 门口好几个买花的都供着我的相片 太祖师爷了 挺好的啊 来就来吧 老花钱 怪不老人的 其实您各位来是捧的 这位 大家也挺像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也爱看你 真的 著名相声演员 刘斌 在这个行业里面就这个年代 这哪个行业 我的名字怎么那么不慎呢 你说清怎么回事 嗯 鱼 这不就完了吗 那边 说清楚了 行不行 鱼 鱼 鱼线 还是 行吗 您这算是 著名相演员了吧 不敢这么说 事业有成 哪儿的话 让人献嘛 人人都愿意自己能够出来发催 是 但是不见得梦想都能够实现 没错 是不是 嗯 有的时候闲起来 我可爱回头想一想 哦 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嗯 其实也是可歌可泣 是吗 嗯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 二十来岁那会儿吧 哦 还小 最难受的时候了 是吗 最难受 二十岁上下 嗯 那会儿什么叫事业 不敢想 哦 穷得也都不行了 没钱 我记得二十岁过生日那天 哦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二十岁的生日啊 二十岁怎么 多么重要啊 嗯 我就有半块蛋糕 啊 插了十根蜡烛 半块蛋糕十根蜡烛 怎么过二十岁生日 摆在镜子前面 哎 小脑子还不错 嗯 看人家那个哈 什么大富商的孩子呀 什么铁家的孩子 二十来岁 这也称好几个亿 啊是 那也称好几十个亿 啊 我就五百万 那也不少了 像素 看 就称一个手机 挺没辙的 那会儿你说干嘛去 嗯 我也打算上班 好啊 你什么公司我都忘了 嗯 面试去 去了 面试官坐那儿皮辣子 看挑人 咱跟人客气去的 哎 哎 给你一机会 好 最短的时间内让我记住你 哦 这个我会 行吗 我轮一碗了 啪 哦 我给谁嘴巴 牛头我的狗 哈哈哈 是得走 我刚到家 啊 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要你了 请你务必马上来一趟 嘿嘿嘿 您听他的了吗 我想了三天啊 没敢去 那是 那就不应该去 好在我 有时候没辙了 就爱跟朋友们聊聊天 啊那也好啊 会儿出个主意 发泄一下 我就有好朋友 嗯 余谦的弟弟 哦 我兄弟啊 余老二 嗯 什么名字 余老二两口子跟我都是好朋友 哦都那么好 哎 他弟弟余老二 哎 弟妹 余老二的媳妇 铁锤 我弟妹名叫铁锤 小名叫铁锤 大名呢 王刚代 哇 哎呀 就是